我們準備開始做題目 做題目之前要再提醒你一件事情 我們的公式叫做P的H才以低 H叫做深度 D叫做密度 我們告訴你進水壓力方向在內部一點是四面八方 注意 不管你算的是向上壓 向下壓 向左壓 向右壓 公式都同一個 哪一個 P的H就是深度 然後所謂的深度是要從自由翼面沒有被壓住的地方竄起 待會你會看到 請問你 這有一個不規則的容器 把數字都告訴你 請問你假以所受的壓力 所以假的所受的向下壓力 通常會簡稱所謂的下壓力 多少 這應該很簡單 這應該很簡單 帥哥拿來有嗎 有 25 25 25 多少 20 請坐 公式P的HT 假的生物多深 20公分 指的命多少 1 誰往裡面乘 答案就多少 20 20 OK 請問 乙的向下壓力多少 乙的向下壓多少 多少 提示 提示 P的H乘以D H是深度 深度要算到自由翼面 沒有被壓迫的地方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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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他多少 可愛小名聲 有12 有12 多少 25 10 哪一個 15 25 25 確定25 確定25 P的HD H是要生到自由翼面 這個叫做自由翼面 這個叫做自由翼面 他沒有被壓住 這個不是 這個被擋住了 這不是自由翼面 所以它不是10公分 是幾公分 是這裡有一個 是這裡有一個 10公分 這裡有一個15 所以總共多少 25公分 所以是25公分 深度是25公分 所以是25公分 所以是25公分 往裡面乘 答案就是25 下一個是向左壓力 簡稱左壓力 向左邊的壓力 多少 再一個很難無 有 三一 三一 多少 左壓力 向左壓力 多少 18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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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隨便 10 10很好請做 我需要你的答案 因為那是一個錯的答案 任何壓力的公式都一樣 都是HD H都是深度 深度就算到自由翼面 就是25 所以答案就是25 你說老師 左邊是不是這個20 或你想是右邊那個10 都不是 這都不是深度 所以那20跟10 那幹嘛用的 欺騙社會用的 沒有用的 就是25 就是 讓你了解一下 我們的 基本上公式的應用跟計算 OK 下一題 請問你 請問你 這個多少 我剛剛跟你講過的 這個題目有兩種問法 一種是問桌面所承受的力量或壓力 第二種問法是問被你所承受的進水壓力或力量 這題是問的是壓力多大 誰大誰小 壓力誰大誰小 公式P的H乘以D 看H誰大看D誰大 你就知道 三六有嗎 三六有嗎 有 三六 A 請坐 公式就是P的H乘以D H誰高 一樣高 一樣高嘛 B誰大 一樣大嘛 所以誰大 就一樣大 所以藍就A 這個題目我剛剛講過了 除了問壓力之外 還可以問你 杯底所承受的力量 那怎麼樣從壓力變成力量 要回今天的P的F除以A 還有一種變形什麼變形 就是現在長這樣 然後呢 往底下掉一個球 把個球放下去 再問你是誰壓力大誰壓力小 OK 變形 OK 好 十一題 統治裡面抓密度0.8 深度150 液面下120公分一個洞 請問你 第一個壓力多大 壓力多少 簡單啊 公式就這樣嗎 算算就出來了 11 還有一問 九十六 請坐 你的答案叫做九十六 公式 P等於H乘以D 深度 液面下120公分 密度0.8 傳完之後就九十六 好簡單啊 然後你在外面有個洞 你在外面要把他手頂住 幫他流出來 頂就是 內外壓力要怎樣 一樣 裡面是進水壓 公式是P的F乘以D 外面是手的壓力 公式什麼公式 P的F除以A 那椅子上動那麼大 請問你F要多少 動那麼大 表示F要多少 帥哥男嗎 對不對 現在換帥哥男 有帥哥男嗎 三五 會不會願的 來三五 起立 站起來對著我微笑 會不會不會 五四三二一 衛大哥啊 這好簡單耶 講過的擋住嘛 就是裡面壓力等於外面壓力 裡面壓力就是液體壓力嘛 就是剛剛算出來的H乘以D嘛 外面壓力就是F除以A嘛 所以就要這樣等於嘛 面積是三平方公分嘛 blahblahblah 答案就是2blahblah 就算完了嘛 就是這樣 OK 在這裡的壓力的計算的解決方法 很多都是 上壓力等於下壓力 左壓力等於右壓力 然後他就做出來 那只是帶什麼公式 如果是液體壓力 所以可以帶P的F除以D 然後任何情況下 都可以帶P的F除以A 就是我們的計算方法 OK